记者蔡书源台中报道,台中是动物之家为毛小孩提供一个温暖的中途之家,设有五星及草皮,跑到和运动场,让毛小孩晒太阳,活动筋骨,今年端午假期前带他们外出游泳消暑,利用水的福利与玩具,帮助强化肌肉与提升肌耐力,减少对关节负担,运动减虫与腹健, 也接触到不同的环境与人群,动宝处表示,动物之家内有不少老狗,胖狗,三脚狗和精力旺盛,喜爱玩水的狗,为复健关节并满足活动需求,受医师与训犬员们从控制饮食和活动量助手,今年特别安排阿鲁奶奶,三脚等毛孩去游泳细水复健,寻找友善宠物空间的场域,让毛小孩玩水, 也接触到不同环境,训犬员为毛小孩利用水的福利与玩具设计活动,有助强化肌肉与提升肌耐力,减少关节负担,维持标准身材,不少狗狗从一开始紧张,要适应水性,倒能自在于水中活动,脸上尽是开心表情, 动物之家也开心大赞任务成功,洞宝处指示福智力打造台中为友善动物城市,目前已有83处友善宠物空间,包括餐饮,交通,住宿,休间娱乐,量饭店等范围,提供用餐,住宿,出游,玩耍的友善空间,也盼更多市民加入友善动物行列。 你应该来点赞任务时间很好吃 吃我们的朋友,吃我给大家一起吃了个小喝吗?